那麼鑑於有很多人問這個問題 我們講解一下 什麼問題呢? 我們講解這個 y的微分 原來我們可以寫作 dy over dx 沒有問題 去到 y的微分兩次的時候 原來可以寫作 d兩次y over dx d兩次 到這個地步的時候 有些比較聰明的人 就會問這個問題 這裡 如果我們去拆解它的時候 這個 y是我們本身的鹹素 微分一次的時候 就是放在右上角的位置 所以如果做多一次微分 它會是什麼呢? 我們逐步逐步來 做多一次的話 它應該是 這個 y的位置 就會變成 y的微分 也就是 dy微分 over dx 對不對? 那麼 y的微分 其實就是這一塊 所以你把它 就是替換了它 其實就是 d dy over dx over dx 對不對? 所以 去到這一步 這個地步 其實也是很正常的 如果再去選擇一下它 我們會發覺 分子是什麼? 分子有兩個d 就是d兩次 一個y 分母是什麼? 分母就是d有兩個x有兩個 所以會變成d兩次y over d兩次x兩次 我們會發覺 跟我們所學的上面這個寫法 有些少出入 有些少出入 為什麼會這樣? 這個d 一次來 這個d兩次 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呢 好多人都學 微色分的同學仔 都會問這個問題 但是呢 為什麼會這樣呢? 其實很簡單的原因 首先我們明白 這個dy alpha dx 其實它是一種 可以當是一種簡化的形式 為了方便起見 為什麼呢? 如果我嚴謹點來寫 我通常會寫 y的微分 是等於 就是limit of 微量y over 微量x 但是 可 看而知 立見高下 一個就這麼長 一個就這麼短 所以 如果我們為了方便 簡化來說 我們當然是用這一種的形式 會好一點 對不對? 所以這個呢 其實就是 簡化了 就變成dy over dx 那樣 是不是? 連這個limit也省起來 不用寫它 就是我們明白它的意思 明白它的運作是怎樣的時候 我們很多東西可以簡化 對不對? 那我們繼續 還有呢 這個呢 我們有時候會再 整理一整理 它會變成d over dx of y 這樣寫的 因為為什麼呢? 有時候y呢 是說我們的 鹹數嘛 其實它可以是一大抽 所以當y是一大抽 它放在右上角 就會比較難看 這樣 所以呢 我們呢 為了方便起見 為了好看 整齊一點 我們通常就會用這一種的形式 去表達 對不對? 那 到這一步 都還沒說到我們的主菜 那我們繼續下去了 那這個呢 如果我們 y 那個微分兩次呢 那會出現什麼事呢? 其實就是這樣 我們把這個 同樣地都是 d over dx 然後這個 of y的微分 對不對? 我們逐步逐步來 然後呢 我們這個 y的微分 等於這一塊 那我們又做下去 就是dx of dx 不 d over dx d over dx of y 這樣 對不對? 那 基本上這一塊 其實是跟我們這一塊 是一樣的 跟這一塊 是一樣的 對不對? 只不過y 退了下來 對不對? 所以我們發覺 成下去的時候 其實分子都是d兩次 分母都是d 兩個 x兩個 其實應該都是這種形式 對不對? 但是呢 我們要 首先要解釋一下 一件事 這一步來講呢 我們這個 是為了方便起見 而這樣寫的 但是實際上呢 我們的d和y 其實是不應該拆開的 是不可以拆開的 對不對? 因為為什麼? dy是一塊東西來的 dy是說的 我們把y 切細去無限等分 對不對? 所以呢 就是 d和y 當然是不可以拆開的 d和y d y是一塊東西來的 對不對? 這個只是 為了方便 我們不想 把整個顏色 整個大串 塞在右上角 我們不想這樣 所以我們就 拉下來而已 對不對? 所以這一種是一種簡法的形式 d y是一塊東西 同樣地 d x都是一塊東西 它不可以分開的 所以呢 它一塊東西的話 我們會發覺 我們就會寫作 d平方 over 因為d x是一塊東西 所以我們就 把它視為 一塊東西 你當是 一個符號 一個符號 所以它們就這樣 平方便可以 那就繼續 of y 那其實 如果我都不明白的話 講一個例子 比如我們說 類似 類似 比如我們 side 平方 of x 其實它都是一種簡法 其實它的意思是什麼? 它的意思是 side of x 那整個東西 兩次 對不對? 那這個呢 只不過我們 這個呢 就我們 寫少一個括號 對不對? 寫少一個括號 把平方寫在這裡 對不對? 這樣的話 我們就 嗯 嗯 其實甚至可以連 右面這個括號 都不用寫的 就是 side 平方 x 直接這樣 對了 為什麼呢? 如果我們 寫在右面的話 side x 平方這樣 這個就會有誤解 對不對? 這個是 side of x 的兩次 還是 side 整個的兩次 對不對? 會有誤解 所以我們呢 會寫到這樣的形式 那 同樣地 我們其實跟上面的情況好似的 因為side是一塊 來的 side不是三塊 對不對? 所以我們不會變成 s平方 i平方 n平方 那麽糟 對不對? 因為它是同一塊 對不對? 所以同樣地 這個dx 是一塊 所以我們就這樣寫平方 就可以了 對不對? 我們又不需要寫 d平方 x平方 對不對? 也不需要寫 不需要寫 dx 固 平方 對不對? 那就是最 可以當作最簡化 對不對? 嗯 嗯 簡化一點 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種情況 就會是這樣寫 當然啦 三次四次五次 其實都是同樣的情況 對不對? 所以這個呢 輕輕地講解一下 因為都很多人問這個問題 那 講解一下 等大家就 可以了解一下 那 是啦 即是說呢 有時候呢 有些 有些 有些東西呢 其實只是一種簡化 那的話呢 即是一種簡化 為了方便而簡化的 一些符號呢 那就 不需要太過原理地去看它 對不對? 因為太過用原理去拆解它 就會 產生這些類似的問題 是的 那當然啦 一些簡化的符號 就是大家要明白 它的意思是什麼 對不對? 好 那這次就真的講到這裡為止 有什麼就再問吧 拜拜